善导大使给我们说了一句话 善导大使唐朝是佛人 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 略代传说 他老人家是阿弥陀佛 映画到世界来的 日本人很相信 日本人崇拜善导法使 比我们中国人超过太多了 中国人尊重善导大使的人不多 日本人非常尊重 你到日本去 每一个寺庙里看到善导大使的书像 还有很多寺庙 那个招牌 就叫善导寺 所以诸位看到善导寺 那就是净土宗的道场 那是用善导大使的 德号 作为这个四弟明天 他老人家跟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 司徒三倍九品 总在与语言不同 这个话讲得好吗 我们如果要是相信这句话 懂得善导大使说这句话的意思 那就是说明 你是司徒 往生到哪一途 往生到什么品位 决定在你欲言 不行 我们今天遇到的愿非常殊胜 遇到无量寿金 遇到华严金 遇到大臣 许许多多经论的教会 这个愿太殊胜了 把师徒三倍九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我们也懂得 怎么成佛的 怎么成菩萨的 怎么成阿罗汉的 都搞得很清楚 这个语言不同啊 我们可以 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南区阿弥陀佛 功夫好的 生长吉桑极乐世界 赐一等的 生凡胜通知 这就说明 听经为什么很重要 听经的好处在哪里 帮助我们提升品位 而且是大幅度的提升 那在我们现行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现在灾难很多 这个法门帮助你 无论什么严重的灾难 你的心地平安 你没有受到灾难丝毫影响 你心是平静的 不惊不不 没有恐怖 你看看 这个经教有这么大的力量 心地安定 不受影响 外面再大的灾难的时候 它都影响不了你 纵然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了 你就到吉洛世界去 阿弥陀佛就来接应 这种殊胜的利益 其他法门都找不到 其他法门不是没有 那个功夫很难修成 净宗容易 只要你肯干 只要你肯放下 人人可以做得到 咨子的宣伤 是小人的 你肯放下 小人的灾难 正真正 你肯放下 我肯放下 你肯放下 你肯放下